朋友们 站出来 齐努力换朝代 争人权 拒腐败 平双手 创未来 大家好 我是行动党全国副主席郭肃庆 请继续守住榴莲台 榴莲nfm.com 榴莲当头 我是妍妍 最高赞我生死 天马青红 我是薇娅 好 今天我们谈一下中国的事情 中国的事情 之前应该是在18届三中全会以后 在北京这方面 中国的北京这方面 它有一些改革的新方向 你包括它有类似的几个改革 你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贪污腐败的这些惩治 你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 你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 你也包括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一些改革 包括环保与工业的发展的平衡的改革 这些类似的改革 但是应该是前不久 前不久这个消息就下来了 就是中国的应该算是第三次的一个改革的新浪潮 就是户籍制度改革 这个户籍制度改革也许不太清楚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其实之前的中国户籍制度 它是有一个明文规定的 这个明文规定就是 每一个家庭有一个户口博 这个户口博上都标明了 它有一个橡木栏 这个橡木栏上是有一个农村户口 还有一个城市户口 如果你是农村户口的话 它就会在橡木栏上给你画个沟 你是农村户口 如果你是城市户口的话 它也会给你画个沟 你是城市户口 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如果说你是农村户口的人 你到城市里去打工的话 那么大家如果公共企业 公共的这些公务人员们 会看到你是农村户口的话 那么你相关的一些福利都会不会存在的 你包括城市户口 包括城市户口里所享有的这个子女的免费教育的问题 包括医疗保险的问题 你包括社会保障的问题等等等等类似的问题 这个农村户口的人都是不具有享有这类似的福利的 那么它也进一步 它就产生了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社会问题就是很多的农村的朋友们 他们到城市里去打工 打工呢 但是他们不能把整个加班来 他们只是一个家里的一个男人 或一个女人来到城市里打工 如果是把孩子也带来的话 那么就无法去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 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 就无法解决孩子的上学问题 同时呢 同时他们各个相适应的这些福利呀 你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一些福利 所有的东西都没有 所以好像似乎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是漂泊的生活 没有什么 为什么我听起来 我总觉得这样你在形容这的并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旧的中国 是个新中国吧 那新中国听起来好像是资本主义 而不是社会主义 因为在我印象中的这个中国呢 人们常说就是共产主义 也是社会主义这样子一个概念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呢 是在于马克思所沿用马克思这种共产思想 和社会思想主义 就是说大家能够共同拥有 大家是平等的 但是如果他分了 当初他为什么分了 这个农村和城市户口呢 看起来如果这样子 他并没有完全实施的是一个这种思想意识形态啊 而是走的反而是资本主义了 那是不是这是新的中国 新中国的一个方向呢 当时啊 当时为什么这个问题啊 当时为什么中国有一个户口 博上有一个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 这个也许他具有很长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和和一个历史的考量 等一下需要让我们嘉宾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按照我自己很浅薄的一个理解来看呢 就是当时中国的人口比较多 而且当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都是比较贫困的 那这些人有的城市 当邓小平在南方讲演之后呢 深圳第一个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有部分的城市先富起来了 你包括沿海的城市 包括福建省 包括广州 包括深圳这些城市先富起来了 那么内陆的城市还是比较贫困的 那么当时有一个这样的户籍制度的一个限制呢 就是禁止一些或者是他部分的他再禁止一些农村的部分的一些群众移到深圳或者广州这些地方过去 一些到一些发达城市的地方过去 他这种限制呢也避免着这些发达的这些城市人口比较饱和一点 也许这是我一个浅薄的理解了 浅薄的一些灯火需要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更详细的去介绍一下 因为听起来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矛盾 毕竟在如果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呢 他必须把这个资源分配 尤其是在农村这方面 他们这些贫穷人士更应该获得更多的这个资助 而不是把照顾的是一个富人 因为听起来是照顾富人 他也确定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个福利 你说如果在乡村所接受到福利跟在城市是不一样 那其实哪一个比较多福利呢 其实福利都是 如果说是福利的话 他还得看不同的职业 你的福利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说你在你的老家 你还是在你的当地去从事工作的话 你依然具有农村社 应该是合作医疗社的保险 但是这个合作医疗社的保险 如果你去城市之后 这个合作医疗农村社和社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你就不能移到城市来 你只有在当地才能享受这个保险 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 造成了一个 一个阶级隔离 造成了一个矛盾 农村贫困或者是在另外的一个 乡区的人口呢 他们想挣更多的钱 想搬到城市 但是如果是搬到城市之后 他们所有的这些条件都不能够享有 只有在原来的地方才能享有这些条件 其实也像现质人口流动的状况 但是这也会 你刚才提到这个阶级制 这三个字 就阶级会变得更明显 所以这样会拉开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 你拉得越大的情况 就会对中国造成更多的这个社会问题出现 因为毕竟富人更富 穷人就更穷了 因为获得照顾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形态 那我们获得不一样的照顾吧 就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不要让你离开 你要我照顾你就待在那 但是在那边 他并没有获得很好的一个资源分配和照顾 他只是个照顾 他基本的可能连基本的照顾不了 我听说中国的贫穷率已经去到非常严重了 甚至有一些像在这个世界宣明会 他们所资助的一些贫穷贫困的儿童当中 还包括中国 中国有很大部分的地区 其实真的是在贫穷户 那种是非常难想象的 我也不太确定 这个具体的数据等下还得需要我们李先生给大家提供一下 那么具体现在其实如果说中国想第三次贫穷制度改革 证明他已经国力的这个水平 他已经到达这个阶段了 所以他才能进行 他才能够有这个实力去进行这样的类似的贫穷制度的改革 因为他是这样子的 如果贫穷制度改革之后 他取消这个栏之后呢 以后的乡区的人口他可以搬到城市里居住 同时呢你搬到城市里居住 他相适应的这个配套措施也是跟进来的 你包括如果说假如说一个夫妇乡村生活很多年 他搬到城市里去居住 那么我孩子同样在城市里可以享用和以前成 和这个城市的居民同样的待遇 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 我同样的我的这个乡区的人口 同样可以具有和这个本城市居民 同样的医疗服务和保险服务 各种服务都是配套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 确实对于这部分特殊人群来说 就乡区人群的这副人群来说 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虽然说取消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 但是他同样的也规定了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 这个允许农村人口的这个数目 他同样是有这样子的规定 城市的这个一线二线三线 同样的没有没有去除 还是有划分出来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归类 会不会其实也换汤补换药呢 其实也也不能 因为我们都知道 换汤补换药是什么意思 你看就是说你看 他取消城市和农村嘛 但是一线呢 一线肯定是城市了 你这主要是大城市 一线二色先线 其实现在都是城市 都是城市 就是这些农村是三线之外的吗 乡村它跟城市是不一样的 因为城市是城市 乡村是乡村 所以这个一二三 一二三线都指的是城市 在细分城市里面 它的这个城市的大小 就一线城市 一是按照这样的理解 上海北京这样子的 它的经济发展情况比较好 这样的是一线城市 那么二线城市的发展是中等 它的人口也是相对的 没有一线城市那么多 那么三线城市 那它的发展呢 是比二线城市也稍逊一筹 那它的人口数目 也没有二线城市人口多 所以但是他们 至少他们都是城市 是在发展的城市 经济人口等等来划分 他们是哪一线 那或许就是也是像之前 这样子的一种人口的管控流动性 因为可能中国的人口太多了 如果全部人都想涌进 一个已经饱满的地方 一线城市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其实来过去来看看历史 中国的这个户籍管理呢 有分为三个阶段 在1958年之前呢 都是一个自由 就是你要去哪 都可以去哪 是自由流动 自由流动到1958年到1978年 这段期间是非常严格管控 包括你住啊 或者是暂时住 出生死亡搬迁等等的 这种方面 都是非常严格的管控的 到了1978年之后 可能相对稳定的之后呢 才有一个半开放 就是刚刚分为农村户口 或者非农村这样的状况 那现在要步入一个 再更新的一个部分 就是可能把这个给换掉了 变成说用线来分 那么我们再看看说 到底会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趋势了 嗯 好 现在的现象 有我们的联系嘉宾 是李向信先生 李先生早晨好 你好 您听到了吗 可以可以 就声音小一点 嗯 啊 好 现在呢 可以 好 对 今天 其实我们对汇集制度改革 还是一个很概括的一个理解了 今天还是通想通过李先生 能够与我们更加深入的去分析一下 这个中国汇集制度的改革 嗯 那么最近的这个 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这个 你稍微大声点言 哎 哎 您听到了吗 哦 哎 声音比较小 好的 那么您 您本身的认为 就是最近的这一次的 这个 这个汇集制度改革 呃 它的影响 它的影响的层面是怎样的 这个 实际上这个 这个汇集制度的改革 需要 一步一步的来 嗯 可能 但是把它放开 嗯 在基本上是 处于一个 半开放的阶段 因为中国 这个现象的 汇集制度呢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足够建立起来的 它大致经历了一个 三个时期 可以说 58年 158年之前 就是建国 49年开始 它是自由天体期 那个时候是 大家想去哪里 基本上是比较自由 嗯 但是58年到78年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时期是 中国的严格控制期 就是你想到哪里去 是不可以 你出门就需要开一个 重新证 比如说你如果在农村 你要生产队里开 你如果在城市里边有 工作的单位 那你就要工作单位开 如果你再没有 是自由职业人 那你就要在区域里会开 嗯 比如简单例子 你想去北京 你不可以随便去北京的 嗯 你有钱买机票 或者坐火车 也不可以的 嗯 你一定要有这个 进行的这个介绍 自身的这个 要开去一个 比如开厕所 或者去委会 给你开一个 这个主要是就是 户籍管理的这个制度 你的户籍在哪里 你要到哪里去开 嗯 其实它 就是中共方面当初 有这样子一个决定呢 是会不会造成了一种阶级的 更明显化 这种阶级分 这怎么做呢 就是农村的人和这个城市的人 而且对待上也有不一样 那如果这样子 会不会也让大家觉得 哎 很不公平 本来这个中国就进行的是一个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吗 那为什么看起来好像 哎 慢慢的倾向于这个资本主义了呢 这个实际上你是现在 拿自己现在的观点来看 因为当时这个 它走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 没有太多的成功的经验 比如说如果你是美国 或者英国 是吧 它有一个资本主义制度 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 对吧 嗯 它这个也是 仿照这个像苏联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苏联 是不是完全照搬的 当时实际上是 有这么几种考量 它是建立这个制度 一个就是说 它物质非常短缺 嗯 因为马来西亚的人呢 可能没有体验到这个 这个物质短缺是怎么回事 觉得哎 这还 大米还需要分配吗 是吧 一块豆腐也需要分配吗 是 一两个油还需要分配吗 不是 那时候是物质特别短缺的时候 就是说供求这种关系严重的不停止 嗯 所以它那个好多的情况就是说 把你固定下来 哎 然后我这个好多工给啊 要自己就是说不能满足大家放开的东西 所以每个人头我给多少怎么办 那就要固定到某一个地方去 是 你比如简单例子 我去买粮食哈 嗯 今天想吃一块豆腐了 那OK 你要拿着你的户口板 还有一个叫粮食供应板 嗯 两个是配套的 哎 你今天买了 我在上你签字 这个月你你比如说这个月我供给你3kg的豆腐 你已经比如今天已经买了3kg了 你就下 如果后边的所有的时间你就再不能吃这个豆腐 或者你要是跟别人怎么索取这个豆腐 就供应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那个时候是有这个考量 是 是 物质上不能那个完全的 那当当初就是在政府方面已经既然已经分了这个城市 还有农村户口嘛 对不对 城市的我们都知道有一定的规划 但是在农村方面呢 感觉上这个中国政府当初并没有怎么样去用很大的力度去发展这个农村 所以就造成了可能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看到中国面对了一个情况 就是贫富悬缩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会不会这样子一个问题 你现在才来去取消城市和农村的户口 有多大的一个帮助和改善呢 而当初为什么政府用了这样子一个方式 你既然把人家说 规定为说你在农村的 你要限制人家去到城市 那你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他 感觉上是没有 但是为什么没有 这个贫富啊 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他的户口限制你的 当然这是很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不完全是这个因素 它主要是很多的 这个整个的享受的改革开放的成果 大家不能享受的 当然跟这个户居制度有关系 因为这个严重制约了好多人的自由流动 因为他也和这个现代的就是人家国际公民权的这个事 他也完全有些不相似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 你要知道在中国这种户居制度是很关键的 就是说他掌握了你很多的 他对于就是社会的稳定啊 他维持的秩序啊 他这个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了 不是说是他没有好处的 他有 因为你比如说中国的那个派出所 我们叫做警察 这对边只是管这个刑事案件啊 或者什么 中国的这个警察 他是要管这个户籍的 比如说你谁来了 住在这里这个小区 你要报这个临时的户口 就像现在的深圳一样 OK 深圳最早就是创建的 外地人怎么搬来 那你要办一个临时居住证 实际上按理现在的这种自由和民主来说 这是不合理的 但是他为了把你 你比如说马来西亚也存在这种问题 更多的外劳 你究竟是多少外劳 哪里住多少外劳 但不情况不同啊 外劳毕竟也是外籍人士啊 他们并不是本国国民 但在中国方面呢 他们是本国国民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还限制他们呢 你他要清楚的知道 因为现在这个犯开放流风啊 但是他他不知道你这个小区里边 就进来了什么人啊 这里不 他现在这个公安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有指标的 就是犯罪力啊 可能各方面对他有要求 你的危险为了减低 你这个小区的犯罪率 可能是比如说刑事案件啊 犯案率啊 他都要影响的 所以他要知道 你住在小区的人口的状况 谁来了 谁未来 你要登记 谁推荐你来的 住在哪里 所以他非常准确地 能要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你说现在 对于整个发展来说 他也知道 现在这个户籍租路 现任的户籍租路 已经完全不适应 真的改革太棒了 但是现在一向说是换牌 现在谁也不敢说这个换牌 现在正在这个制度正在出身 有这个呼吸把呀 正在出身 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需要多的部门配合 需要比如明镇经 比如说这个公安 还有这个他那个安全 很多部门配合 才可以说这个完全换牌 你可以取消 说这不存在什么 非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 这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式 现在很多的非农业户口很难得了 就是有地方你想去那儿 因为他得到很多的地啊 风筒啊 可能这个跟收入有大的关系 可能你正现在想得到一个非农业户口 有的地方 尤其是大大陆户口 是很不存在的 现在倒过来 对那您认为这个就现有的 原来的这个户籍制度 怎样阻碍了中国的改革呢 你比如说人才流动 我们卷单个例子 还有它产生巨大的不公平 就是刚才那个先生 我刚才没听清楚 但是信什么 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称呼你 但是他说的这个 就是产生巨大的不公平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需要到南方大学 那我带着孩子去 孩子就不能够按照户籍制度 这个入学当地的学校 那我要交很高的这种赞助费 才能进去 这就是非常不公平 我也是公民 我也应该享受九年一校 但是你不能够享受到 比如再说高考 高考同样的一张卷 OK 那我们就是应该说 按高层往下录 对吧 就要有些小民开始打 但是这里他做不到 他现在这个不公平 哪里 比如你是北京户口 但是你的分数 比如考试进化 只有600分 比如我是内蒙古来的 我可能700分都不能进 这也是非常不公平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北京就业 有个单位要要我 但是我没有北京户口 OK 这个就很多的限制就不能了 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北京户口 可能你的好多的就业 就不能够进入这个企业来工作 offers 你不能很多 如果我aris şimdi用了 卷 真的 进入那里 还是 你出来生长的 但是我 我们 diffuse 是不是北京户口呢 有的房子特殊要求就是你要北京的 你才可以买的 我看好这个位置 看好这个价格 也离我单位的你们怎么办 所以非常不公平 为什么呢 实际上这个是有依据的 因为这个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是有一个世界有个公约的 这个人权宣言 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说我有权在你这个土地上 一个人在邻居他享有这种 天息和选择居住的自由 现在这个就是跟这个世界这个人权宣言之下 中国的这个制度严重的冲突 所以他也要不够地改 但是现在他可能是半开放的地方 不能完全放开 就是说一下吧 估计制度没有了 我跟你再说一个简单 我想办比如马来西亚第二家园 OK 但第二家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供一个依据 就是说你要开具你当地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的证明 就是你没有犯罪 实际上比如说我一直在深圳工作 这个就很难弄了 为什么呢 深圳这边呢 你不属于深圳的户口 你说你在内蒙古呢 我又根本十年我都没有在内蒙古住啊 但那个派出所说我哪知道你外边犯罪了 这个就你那简单的事情 你也许我就可能遇到这个问题 就不一定能开上这个证明 要非是什么的周折 谁来导致这个东西 说你没有犯罪了 是不是 你想比如说我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就遇到很大的障碍 所以马来家人很幸福 因为拿来一个这个来生 是吧 到处可以就是买房贷款 租房都可以了 中国是不可以的 因为这个制度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了 这个很多限制的 但是实际上你比如说 那这个如果是往人才流动 特别容易流动起来 对吧 想去哪里找自己合适的地方 这就比较难了 因为你这孩子上学啊 你的户口怎么办 李先生如果这一次的这个改革呢 尤其是这个户籍制度的改革呢 会不会影响了中国内陆 可能各省份 还有一些地区的一些关系呢 会不会加重他们的矛盾和敏感 比如说如果在跟新疆之间的一个关系 有没有这样子的影响呢 都是会影响 因为这个一定要打破 以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也是一个普通公民 比如说北京一直在享受 北京人从来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今天缺这个粮食 人缺那个东西 对 你知道吗 因为是他北京公民 黄指天下他有各种各种各种特殖 因为我们全国可能今年 吃粮食欠风修啊 北京煩饭或者是什么煩饭 但是北京从来不知道 粮食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缺粮 我们一直实际上处在一种 就是说 风景不足的时候 我们吃粮食就已经很大碗 我是正在成年增长 比如上高中上市 我一个月 比如说是28年 但是你知道吗 大米和面粉 只占我30% 就是说这个那个肉 才在10个时间 李先生 你的生意有些模糊 你能稍微靠近一些吗 可以可以 是这样就清楚多了 那我们吃什么呢 就是那个红地干 地干的干 还有就是那个高粱的那个米 还有那个玉米的那个茶 知道吗 这就是说 有些是小米 还有些当地的一些 反正是我们叫做足粮 你只能去吃这个 而且你在供应那个油 就是论论 就我们现在那个植物油 那个时候他们有菜籽油 有规划油 都是论两来 就是你只能是 比如四两 四两那才多少钱 才几百克 是 一个月的东西 你买肉也是 全部要限制供应 所以您想说的 怎么影响呢 您想说的是 这个一定要打错 不公平 对不对 因为你好多特供 特供 你北京上海 你怎么就整个 比如我们这里 吃不上蔬菜了 但是要保证 供给这个北京 上海的蔬菜 对吧 同样的公民 这个宣述就太大了 极大的不公平 这就是政府要 调解这个东西 是吧 所以严重要调解这个 你比如北京的住房 你福利房 你可能两万就买上了 我自己可能 不在你体制之内 或二十万多 三十万都买不上了 是不是 是 如果他解决这个问题 但另外一个问题是 比如说怎么样 你现在你可以 允许了一些农村的人 到这个城市来了 但是我们所知道 在比如讲 这一线二线城市 尤其是一线城市 像在北京 上海之类的 有非常多的这些 打工一族之类 他们就浪潮 全部涌进去 造成了一些社会状况 比如说像蜗居 一些什么蜗居群 叫什么了 那个形容词 就乙族 这类型的一些人 非常的多 那这些政府 有没有想过 他进行了这种 户籍制度改革后 接下来会引起的 一些联手反应 他有没有一些 应对的策略呢 他这个现在 已经实际上 在做试点了 对我所知 在郑州 在郑州 南方学那个城市 我现在还资料上 我也没有详细查到 但是他们已经 在做这种试验了 就是说 护肌制度的改革 放开 配套的措施 那个法改委 已经在做这个 因为护肌法要出台 要逐渐取消 这个护肌的固定制度 向着这种 先进发达国家 还有就是 世界这个 人权宣言的 这个目标 是吧 要求来这种 慢慢靠近 这要给他一些时间 因为毕竟 中国比较大 民族也特别多 因为这个 五十多个民族 居住地 这要平衡 非常多的关系 这些比如说 基础设施配套 整个教育的倾斜 怎么样打破这种的 就是说 大家考试都 同样一个分数 来录取 要几十 多少年的计划 经济 要把它重新调整 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系统工程 要给时间 要给时间 我想这 他们已经 已经提上 一日时日成了 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逐渐 而且也在 考虑 就是说 异地工作 我们孩子 也能够享受 这种 这个教育 这种制度的待遇 对吗 这个 他们也在考虑 这种事情 已经在做试点了 中国现在 好多问题 事情都是 先做一个试点 完了慢慢 再推开 就像比如说 改革开放 也选择几个特区 取得了经验以后 再往开放 这个是迟早的问题 而且这个 必须得解决的问题 不然的话 还会制约 很多人的这个 发展 不仅仅是这样 就是说 形成这种不公啊 对这个 整个的社会 稳定啊 这个留住人才啊 是吧 影响很大 所以您认为 中国想进行 户籍制度改革的 目标和目的 就是为了 消除不公平 要留住人才 要有 要 是为了这个目标吗 那肯定了 这是很高的目标了 这个 如果一个社会 是非常公平了 能做到这个 已经就非常了不得了 这是很高的 一个目标 那有没有 什么样的副作用 或者是要预防的 一些潜在的问题呢 就是它现在是 不能一下都放开 因为一下放开以后 整个这个 社会的这个 比如说 案件的发生啊 不稳定的程序 这个 而且这个 最主要是 实际上也要 用这个 经济发展这种 来衡量 就是说 你把西部 也要清洁 大家都赋予了 这种流动 就不会那么大了 你知道吗 原来它因为 西部呢 一直没有好好地去发展 西部设施 也比较落后 嗯 东部呢 这个发展太快 倾斜了 这个所有的人 都集中到那边去 某一个职业打工 这啊 都比如说 通运 很多这个 敌意人在流动 这个 作家压力太大 嗯 只要实际上 你发展 比如东西部 都比较平衡了 你政府 这个调节 做好了 这个流动 会相对 相对会减低的 我这个地方也很好 环境也很好 教育 孩子也都 教育都OK 你原来是 极大的不公顷 就是比如说 啊 你这个 这下是 投入大量的 这种高校 集中到几百天 我西部呢 整个这个学校 也人才也没人去 老师也没人去 同学大学生也没人去 教育非常的落后 是吧 那你形成这样的 那大家肯定都 往那个 北京来用 是 李先生 根据您这样子的 一个分析 是不是也能套用 在这样子的 一个流动 这样子的 一个协助 对西部 这方面协助 能够改善 改善 这个中共方面 和西藏 还有和 这个新疆 方面之间的 这个矛盾关系呢 是不是长期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了一些改善 而新疆和西藏呢 就能够和中共相处的 更好了呢 那当然 就是实际上 就是说 如果是相对的 刘顿 他把这个人才 掺起来 比如说 这个很怕 就是什么 比如说 日本是单一民族 还有像韩国 他也是 是一种单一民族 这种 融入别人 就非常的难 非常的难 你比如说 你加入他的 比如说 厂的领域 但是你真正的 他都享用他的生活 很多欧洲人 也是常是 和日本 比如说怎么样 但是你 难忘了 这种情绪 所以 这也 让他们 流淡出的 这种情绪 李先生 稍微 稍微打断一下 你的话筒 再近一点 开始模糊了 是 你的 这可以吗 这样子就行 比较清楚 情绪 需要激动起来 你想想我们的TQ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情况 是新疆已经被 差不多也算挺汉化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次 中国的改革浪潮 会不会其中一个目的 针对的 也是希望可以通过 这样子的方式 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冲突 减少这个冲突 甚至把新疆或者西藏 完全收纳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 这个本来 它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管辖范围 对 就是说 不受控 那边 那边呢 它就是说 宗教啊 民族的这种问题 比较突出一些 实际上跟这个流动 这个有关系 如果比如说 新疆的这些 就是少数民族 他们维族的 要能够走出去 是吧 到上海 他们也有 比如说 很好的这种居住的地方 或者有 外神也特别容易 这个 找到这样的场所 是吧 他们比如说 也愿意学一些 普通华语 这样的话 就整个流动起来 你看这些 他们从 新疆和西藏 走出去 很多这种大学的 毕业的 是吧 到明治大学啊 到各个地方 他们有那个 藏族中学 出来的人以后 他们就会 跟这个各个民族 相处起来 就非常的好了 如果单一 在某一个地方 天天就见到这个 比如说 我们这几个人 生活方式 还有比如宗教 完全是这种单一的 别人进来 就觉得是经责了 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不是说 那边的生活不好 实际上那边的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 尤其是新疆 他们的生活 实际上是 物质方面 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已经很好 他们一时无忧的 很好的 就是这个 可能在 比如民族信仰啊 这些问题上 是不是能够 比如说 大家 彼此理解尊重 是吧 这个很重要 这也需要互相交流 就是说你走出去 有的人要进 进那边去 不能这种单一的划分 比如说 这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就说 这个去 OK 这就是马上人 谁也不能进来 你进来 我觉得可能都很不顺眼 你都不用包头巾 你也不是打招呼 你也不摸胸口 这是很危险的 对不对 这要很大的包容的 各个民族 各个宗教 你都要有这种包容的态度 那我想了远一点 我就是天马行空的 就乱想了一通 就是说 如果这种流动性是 允许就是让大家 就是不会有这种阻碍的话 会不会有一天 中共的这个领导层呢 会出现了不同的这个民族呢 包括这个少数民族 比如讲维吾尔族 还是西藏人 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 什么 sorry 我最后已经没听清 就是说 当这种流动 已经到达一个非常流畅的态度 就是说 新疆人可以去到这个主流城市 去到北京等等 甚至也没限制 他们可以做什么 比如讲参政 这样子一个情况 会不会有一天 中国的这个局面会出现 在领导层方面呢 会有不同的民族 包括有像新疆的维吾尔族 或者是西藏人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现在实际上少数民族在中央里边已经很多了 你像副委员长啊 但是可能第一把手 就是说 还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因为你毕竟 这个 出来少数民族的地方 你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很长 因为这个你说 如果你想当中国的很高层 你必须在各个区域啊 是吧 都要有这种经历 现在实际上 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 已经是早早的就已经有了 就比如这里边 比如中央政府里边 这个人 尤其是人大 国务院 你像现在国家的名委的主任 就是那个 现在的秘书 国务院秘书长杨金 那就是蒙古主任 回凉玉 已经有一定的比例了 那么 我还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 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 每一次中国改革 似乎好像是在别 别的一些 就 也许别的国家 会看来 其实改革 一个国家的改革 就推动一下就可以了 为什么在中国 要说一个改革 需要动很多的东西 而且要说 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它的麻烦 它点头在哪里 人太多了 人多是 这个先生说的没错 因为 比如我们三口人 当然协调 今天的吃饭 就比较简单统一 如果今天有30口 那就比较 难统一了 这个国家这么大 另外它最主要是 它走的这条路 现在是根本前面 没有任何见解的 没有见解的 比如英联邦 那我套用你一个 比如说议会制 或者是 比如说女王 是我们任何总督 在这里 有个精神的 什么容易讨 中国这条路 是完全要靠自己 要往处走的 你知道十几亿人口 这个占世界的 你想百分之 将近十几二十的 这个 对啊 这么大的比例 这是非常 这个难的一件事情 而且要想在改革中 不出现大的波折性的 就是说颠覆性的错误 那你要每走一步 都要非常的精神小心 就是如履薄冰 这一届政府 实际上我们都看好 它想做的东西很多 打破这几十年 比如说 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 这种不公平 就是很多人 就是没有享受到 改革开放的成果 实际上打府啊 这个打反府啊 还有整栋这个国企啊 这个什么石油电讯 这些大的这种国企 这个已经在动作了 已经在动作了 就是说他们的薪金制度 怎么个选拔 对不对 他们这个都都开始做了 就是要打破这种 好多的不公平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到 这种改革开放的成果 这就是这副 政府要所做的东西 当然你什么也不做 那就没有风险了 那我就混吧 混到这几年下去 这个往前走啊 毕竟是这个好的现象 其实在在这个 每一家的户口部上 有没有除了之前有城市农村 现在说要取消了吗 对不对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有没有一些 类似种族栏目之类的一个这样子的分类 有有有 也是有 我是什么民族汉族 但是宗教信仰这个有 但是我们都是 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没有 很多人这个是空白的 为什么不把这个族群这方面呢 也同样的删除呢 反正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人嘛 对不对 为什么不删除呢 这个是你 你广靠这个 我们一种理论上的东西 就这个需要一步一步来过渡的 需要一步一步过渡 因为不可能是出现一个 就像我们打一个江山一样 我们今天睡好 翘了 吃好 一个晚上 一个早餐就拿下来 那其实在中国 中国不同的那个种族 是不是他们有不同的福利呢 如果说好像是小数民族啊 好像特别的保护 有的有的 你比如选择简单例子 如果你是回族 伊斯兰族 对吗 那个供应的时候 那个当然我这里边就 牛羊肉要给你的多了 OK 这是有的有的 另外一个还有比如说 今天考考 OK 如果你是少数民族 那在国家会鼓励你 就是给你在考大学时候 照顾50分的 50分了不得呀 你给你提高50分的民族分 你可以压到 一年600多万高考生 但是另外的角度看 这好像也是有 稍微有一点的 带有一点点的启示 就为什么你要给他 对50分 就证明他能力没那么强 才给他对个50分嘛 对吧 因为教育不平衡 对吧 因为比如说 就是我刚才那边说的 大家都愿意留在大城市 比如北京师范学院 你的高材生 大家首选 那当然就北京 上海 是吧 对 您说的非常对 所以是不是应该强制性的 这个教育方面呢 也应该实施 把他们就是分配到 一些比较偏远的城市 一些地区 让他们去执教呢 而且政府更应该拨款 去发展那边的教育啊 对对对 这个现在这个呼声非常高 据说他们在研究 已经在研究这个 整个高考制度的 这个系列的系列了 开始动作 对 刚才李先生你说 就在户籍制度这方面 全国有几个试点的一个城市 那么这个试点的城市 我们想知道一下 它具体困难 假如困难困难在到哪 它的这个试点城市 它如果想推行这个户籍制度 它需要在城市方面 需要做出哪些改变 你包括教育制度上 也包括在医疗保险保障上 各个方面它需要 做出怎样的改变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户口这个 不简简单单 在户口本上 就是你是非农业农业的 这么简单 改几个字的问题 这个牵涉到太多的 这种这个职能部门了 所以这个需要国家 就是法改委牵头 各个部门要一同这种协作 才能够把这个 比如它做这个郑州做试点 它也要整个所有的部门 相关部门都要动起来的 都要动起来 就是都要能够协同做这个东西 这就需要就是强有力的 这个有一个职能部门 比如法改委 它就是搞这个改革的 这种这个职能部门 它可以通管下面的各个部委 所以这些部委 它都要跟着相对的来配合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户籍制度 是没办法往下改的 没办法往下改的 因为多少年形成了 这种的延续 比如说公安的牵头 这个就像我们这个 下面我们叫做居民委员会 那也是政府派出的机构 它属于政府职能的 这边我不知道 马来西亚应该没有这个职能部门 最下边这个职能部门 在农村呢 就是相一级 在城市呢 叫居委会 北京的一个居委会 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几十万人口 你这一个居委会主任 这可管的人可不少 是和拉萨所有的这个 纠纷啊 什么这儿结婚啊 很多的这个 房屋 什么问题 战斗啊 安全啊 这个管得非常的大 非常的庞杂 所以这个试点也不是那么简单 今天就是一下拿出来 全部能推到某一个地方去 在不同的地方要做一些 实验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做的试点 如果这个成功了 慢慢组件再推开 这个已经是在 我知道的已经在做这个试点了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在 就是在户口博上 取消了这个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 这个分类 那么您认为就是现在 户籍制度改革刚是开始 那么如果他想进一步的进行改革的话 他应该具体应该采取哪些部署呢 我听那个妍妍 你再大声点 我听不太清楚 就是如果说现在 就是现在您也刚才也说嘛 现在的户籍制度 改革刚才是一个开始嘛 这一个开始 如果是我们想真正的推广开来 具体的深入 那么我们每一步应该怎样去走 这个我一下也不能说 代表人家政府 把你这个说的很明确 但是我欣喜的看到 就是说政府已经注意到 这么多的问题了 对吧 就因为户籍的这个限制 为了有时候下一代受教育 或者我这个 比如人才的这种自然的流动 迁徙 我想到我合适的地方去 这个比如 这是更高一个层面 这就是人权啊 自由啊 是吧 这个本来我们也加入了 这个世界这个人权公约了嘛 宣言这个我中国是加入这个会员国嘛 所以我们也要向这个目标走 但是这个可能要给一点时间了 给一点时间 这个不会想大家说是那么快 就是说今天取消了这个户口 你不签了 那个是个形式的问题了 这要根据着很多的地域的这种差距也很大 能够整整的往期流动 哎呀我看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因为这么庞大的工程需要时间 需要很多的时间 对之前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说他说到2020年的时候 使中国可以实现全民小康的生活水平 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了 但是这个户籍制度改革跟这个小康水平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这个他那个就是他说的那个小康水平 只是就是说宏观的 就是说我们在目前每个人 比如说这个人的GDP 我们翻多少 人均收入翻多少 但是能不能涉及到每个人 就是也都能够就是满足他那个要求 他说的是一个平均的数 比如说就是说13亿人平均收入 比如我们举个简单的1000美金 比如一个月 但是每个人是不是 有的人可能是1000美金 有的人100美金 这个就每个人差异很大的 这个不是说是到了那2020年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解决了 也不是 我想有一部分可能是点的城市 具备这种条件的 可能是会达到比较接近这个 有的可能还不能够达到这个 因为2020已经很快了 五六年的时间了 是吧 而且这个放开呢 是不是真正的大家老百姓也都能够接受 是不是 这个是很顺利 也因为试点现在还没有出来 不知道这个整个这个推进的怎么样 不够成熟 我想政府不会轻易推向 强行推向市场 好 今天谢谢李先生给我们的分享 谢谢李先生 谢谢 谢谢 希望你继续再跟你聊聊 下一次这个关于中国的问题 好 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 刚才聊的我们也是比较天马星空一点 各个方面都聊 其实主要是 因为我们本身对中国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制度 等等 我们其实并没有太了解 毕竟也没在生活过 所以我的出发点呢 其实我是想了解 这一次改革呢 如果是可以成功的话 那马来西亚有什么地方是可以接近的 这是我在想到的部分 所以比如说像他把 在中国把这个农村 农村还有这个城市户口呢 对 就把它分开了 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像李先生说的 他必须一步一步来 起码我们现在看到 有一步一步的在做事 而且是谁的这个历史所需 像为什么当初会有这样子的制度 是为了做一些什么样的管控 是 那现在已经随着时间改变的时候 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调整 对 就好像马来西亚 其实有好多东西 我们可以再重新再想想看 是不是需要再重新调整呢 比如说 曾经有一个部长提出过 要删除这个种族蓝嘛 对不对 但是到后没消没息 也不懂怎么样 还有包括像新春的这样子的概念 当初也是为了一个环境 这个情势所需 对 所以有了这样子一个东西出来 那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去发展呢 还是怎么样要保留发展 这些都必须去争作的 所以我觉得从中可以看到一点呢 在中国方面呢 这个新任主席习近平上来过后 他进行了很多方面大刀阔斧的去做 但是毕竟呢 还是需要时间慢慢去做 即使现在你看 他也是有2020年宏愿 我们也有2020年宏愿 小康是不是水平 是吧 其实你看啊 别小看这个宏愿了 全民小康在中国呢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程 他不是说马上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都知道 贫富悬殊是非常的大 有钱的那些土豪 我们今天早上才说到 土豪非常的多 没有文化 但是要怎么样 把他们提升文化的同时呢 也同时协助 用他们这个财力呢 来协助那些更需要 人体的水平把它提高 资源重新再分配 你说了没错 就是人均收入GDP 资源分配等等 都能够做到很平衡 对 对发展的过程当中 避免不了一些 就是一些其他现象的发生 你包括刚才我也提到 这个华人新村的问题 其实华人新村本来 它是一个比较具有 比较具有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 是 如果你真的想让 如果是真的进行 人口流动的改革的话 想把所有的村庄给消除掉 所有的地方都是城市的话 那避免不了有一部分的 历史的一些遗迹或文化 就会消除掉 说的没错 但是这个随着时间 慢慢就会消失 你看大部分住在新村的 都是老人家 那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搬离了 那可能当这辈子 老人家都离开了之后 那谁会继续住在那边 我觉得有些事情呢 它必须 时间 对 时间它会把它消除 同时呢 它也会慢慢重新建立新的东西 记得 记不记得 当初马哈迪提出这个双风塔的概念的时候 受到多少的批评声 但是到今天过后呢 好像新的一代 这些好像对双风塔 没什么不好的印象了 反而觉得说 它是马来西亚一个骄傲 它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象征 所以很多时候呢 人是善望的 当你传到下一代 下一代 多几代过后呢 他们就遗忘了这个历史 即使你从历史课本上修读到一些东西 但是你并没有真正那个体会 所以我想说的是 很多时候做一些改革 做一些革命 做一些不同的这些改变呢 它有时候是需要时间 时间会慢慢淡化 之前的那种不好的东西 但是呢 它会去无存经 把好的东西留下来 希望是去无存经 把好的东西留下来 也不是把坏的东西留下来 希望了 希望了 但目前 其实刚才的谈论过程当中 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 我是一个好像是不太满足的人 我当时问到 问到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仅仅是为了一个公平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更高的展望 但是刚才李先生说 其实公平 就是人生或者是每一个人 存在最大的一个价值了 或一个社会存在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 一个民族 如果是实现公平的话 那么 那么 我们应该是很敬佩的 这个民族的一个公平 没错 我其实有中的希望说 这个改革呢 是真的可以帮助到中国 可以把他们的这个 贫富差距拉小 然后同时呢 最重要的是 能够减低这个矛盾和冲突 因为我们真的看到太多的冲突 死亡人数真的太多 因为宗教 因为种族这个问题 尤其是希望 我希望真的 原格希望新疆和西藏呢 不会演变成另外一个 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这样子一个状况 应该不会 在中国政府强力的控制之下 应该不会 因为它的强权 其实强权 有时候也是好的 有时候也是不好 有时候也是压抑 不知道会不会随时 一不小心就打火线 就是说一档独大好不好 又讲到另外一个东西去了 是了 好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谈到这儿了 最后呢 其实这个星期 也是一个小中长 短中的一个假期 从周六周日 算是个短假吧 这三天的假期了 这三天的假期 也是831 也是国家的一个国庆日 国庆日 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向国家说一句话 是 首先从恩词说吧 说一句话 说一句话 就是爱国家 那同时呢 也是会 为什么会有愤怒的感觉 很多时候是基于爱 所以爱跟愤怒之间 要找一个平衡点 是吧 大家都在努力往这个方向 也希望国家可以更好 为而呢 无话可说 唱了国家就代表了 是啦 就是这样唱了国家 我爱国 但是我希望这个国家呢 能越来越好 越变越好 而不是 希望不会 因为一些政治人物的 一些政治目的 而政治利益呢 而影响 领导国家进入 更混乱的一个局面 再补充一个 就国家 不要每次一起想到 国家就想到了 政府多么不好 或者国家怎么不好 国家都是你跟我 都是国家的一部分 大家都有责任 对吧 不要因为 不要因为去采自己的国家 而觉得很开心 很多时候我觉得 你讨厌政府不代表 你要采你的国家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 是要相爱 但不相弃 切行 切珍惜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下周 与大家再见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 国庆日快乐 拜拜 拜拜